而且这个男人现在就住在小植家 怎么可能 是啊 怎么可能 所以你一定要把他的底细给我查清楚 据我推测 八成是一个趁虚而入的情感炸气饭 好 放心交由 张小姐 我特别喜欢你 我是你的粉丝 能给我签个名吗 只要签名不要合影吗 那我能够跟你合影 当然 我一去 来就会一去 下个 一去 更多 再交一点 更多 给你合影 合影 谢谢 如果 作评 能够合影 你能够合影 我没有记错 分手三年 你这是第一次主动运游出来 怎么 咖啡不合你胃口 我看到报纸上说 你最近交了一个不错的新男友 所以我在想 你到底是来炫耀的呢 还是想跟我旧情复燃啊 把我当媒体 这次想请你喝个下午茶 就是想表示一下慰问 上会你们研究中心 因为车祸丢了凶眠体 我迷思苦想了好久 还是什么都没想起来 听说租借那些凶眠体的费用 相当之高 结果还是丢了 估计要赔不少钱吧 怎么 你不是在挖井吗 现在 又想资助研究事业了 你知道的 我一向对科学研究什么的 不怎么感兴趣 也是 你的倒霉体质还挺反科学 李教授是你们科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吧 这回休眠体丢了一定非常的运 那他有没有什么 凌风流泪啊 茶饭不思啊 或者给你们研究中心的资助人 打个电话装个可怜什么的 怎么可能 你想多了 不过 希望早日找到休眠体都是真的 肯定会找到的 肯定值 你到底想问我什么呀 你最近是不是见过老师 上回在你们学校拍戏的时候 碰见李教授了 但他看起来好憔悴的样子 李教授还担心我上回撤会以后 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说想帮我做个抽鞋检查 你说什么 我说李教授想给我做一个抽鞋检查 怎么了 没什么 你是必行鞋吧 叶老师 我给你买了杯咖啡 谢谢啊 你们家小饼 最近没有在讨课了吧 谁知道呢 我也不能每天看见他 那个道具真的不是他换的吗 当然不是 这点我是肯定相信他的 警察抓人也太不负责任了 那两天围观拍戏的人那么多 到义务室看热闹的人也不少 凭什么就偏偏怀疑我们小饼 一天你也去看热闹了 怎么会 他可是我最讨厌的女生类型 看来你们姐弟俩的品位 真是相差甚远啊 哎 神经上男是很好他这口 不过小饼跟我说 那两天在片场也看见李教授了 你说李教授是不是也喜欢 田净植那种类型的 我听说李教授已经离婚好久了 叶老师 我开玩笑的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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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吓死我了 上车 你干嘛呀吓死我了 上车 你干嘛呀吓死我了 上车 这 电子 上车 嗯 学的还挺快 车辆老都会用了 不过还差一点 就改成本小姐了 没办法 天赋以地 你今天没有去跆拳道馆 我还准备录完节目去接你呢 小朋友们明天早上要提紧 不宜距离运动 所以晚上的课取消了 然后就偷偷穿进了我的车来吓我呀 特意赶过来接你的 不说声谢谢吗 你来接我就不能提起打个电话告诉我 干嘛 你不是让我给你打电话吗 对了 和第六人的约会开心吗 你简直就是代表月亮来消灭我的 一人差的脑袋肯定是被上个世纪的榴弹打过的 根本不开窍 无论我怎么把话题往李教授身上也 他完全不理我 看来是毫无收获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又不是农民伯伯 穿重一地素秋收万科子啊 我没有要挂你的意思啊 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你很努力 我现在觉得人是你 打住 千万别给我发好人卡 因为我心里啊 压根就不想管先生 我看一下 疼不疼 不需要特殊治疗 我想上次治疗你手掌的时候 留在你身体里的射尖血 应该还有 Oh my god 我身体里竟然还留着你的血 So 不要随便让别人接触你的血 否则被比有用心的人利用 可是会很麻烦的 想要拿到我的血 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吧 体检的时候就需要抽血啊 有你在我基本上与体检无关 可你受伤的时候也会流血 这样不就拿到了 你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上次李教授说 要给你体检是不是 可我记得了 第二天 你就受伤了 你是说李教授 怎么这么晚还不走啊 灯也不开 因为我知道 老师每天晚上都会来这里检查一遍 实验室不能喝酒 你早点回去吧 老师 划伤田净植手掌的那个道具 是不是你换的 那份匿名的血压 是不是就是田净植的 能够到位久吗 你说的都是事实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研究中心 成立十几年 虽然有一些新的发现 但是一直没有重大突破 我为了它拼命工作 甚至连家庭都失去了 我不能再失败下去 我要抓住每一个机会 机会 为什么田净植会是机会 你知道我 奇特的人 有的人被雷击中之后 身体就呆了地 有些人 天生就可以浮在水面上 所以我猜想 田净植的身体 一定有奇特之处 而实验结果 恰恰证明了我的猜想 可惜检测到的 完美修复美太微凉 就算把田净植 全身的血液都抽干 也无法进行 有效的体语和研究 你知道你这么做 是犯罪吗 我知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配做你的老师 只有这一次 我给众多什么都不知道 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伤害别人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李教授他们也发现了 我受的伤和车祸现场 不疲惫 所以才想要研究 我的洗礼到底有什么不同 他现在也许已经知道了 实验用的休眠体苏醒了 那怎么办 薛号官 我们先等一下 只要你不到处乱说 没有人会知道 我是那具休眠体 保密级别位 S 幸亏我那条沾满血的裙子 莫名其妙的不降 否则那裙子上都是血 我身上一个伤口都没有 肯定会被他们拿去 当做外星人研究的 并不是莫名其妙不见了 是被我拿走了 果然这样还是老的辣呀 这百岁的人 这百岁的人还是斗不过千岁的腰吗 不过你还是离礼教授远一点 虽然他不是我的仇人 但是我估计我的仇人应该认识他 我已经查过了 那家研究中心启动了很多年 而且各种花费都不费 背后一定有很强大的私主人 这这这视频点击量的问题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这又出了一个什么自主人 啊 真的是 没遇到为今世福啊 我需要个 这视频点击量 长得好快 记住 如果你以后在外面 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人或事 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怎么感觉都在说你自己 田净植 那我就没有隐身 你需要隐私 是吗 医学院 牛排店 司令公园 海美公司 胜利小区 杂志书 广播电台 硕死电 还没公司 原来 真的是和盖斯人博物馆的 大小哥 昨天一共有两次通过搜索大小哥的名字 进入网页的访问记录 IP地址呢 一个是金明公寓 有钱人 另一个是山顶的花园别墅 又是一个有钱人 金明公寓是小雁 山顶花园别墅是萱萱 就说这两个人不会这么亲相惜 特别是张萱萱那个神鬼 真的是太敏感了 对他真的是半分钟都不能放过 这家伙跑得简直比草丑还狂 喂 我最最亲爱的好朋友 怎么了 师傅 好呀好呀 跟你为婚夫一起 好呀好呀好呀 哎呀我下午的心终有时间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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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衣服呢 嗯 嘿嘿嘿 我不太想吃肉 来个沙拉 然后再来个月夜 哎 扣子还没扣好 你不觉得你这样 殷勤力有点过头了吗 慈善家的世界你不懂 这是英雄西英雄 今天是我们伪情侣正式亮相的日子 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别想那件事了 你头发有点乱了 嗯 哪里 这边请 谢谢 我来吧 行 许将 洪先生 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 许林乔 你好 我是洪世光 学学的卫皇夫 黄先生 你手心里都是寒 心率也很快 平时应该喂寒 食欲不振 全身无力 受到了惊吓 还可能会出现情绪无力 营养不良 将缺乏运动 跟我前几天 接收了一个小朋友 症状差不多 托天阿姐的福 我刚刚报了 跆拳道馆的成人班 所以以后 我们会经常见面 太好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随时找我 打扰一下 不过去 据烧 因为它还没有 买到 温度馆的 stage 所以 我们也没有 这么ful 承转的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